接下来带您来看2022年的压轴天象 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天气预报指出 年度的三大流星雨当中的双子座流星雨 今天达到了极大旗 预估每小时的数量是上看150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在镜头的右上角 有一颗闪亮的流星图燃化过夜空 时间大概只有一两秒的时间 而这是台北天文馆 在新竹和苗栗的交界处 乐山观测站所拍摄到的双子座流星雨 而天文馆全程都使用YouTube直播 关心的画面也吸引了不少天文迷来观看